星期就要答覆 今早早在立法會上見到不少新的面孔 接下來行政會議也會有新成員 是的 不時都有人質疑 爭特首親疏有別的 今天就當然有人這樣問 我對政治背景我沒有那麼關聯 但是當然我會在立法會裏面 找尋我們適當的拍檔來做這件事 我亦沒有一個認真黨派的限制 我緊要一個要求 就是希望能夠這些選擇的議員 雖然有持著不同的自己的專業背景 還有不同的政治信念也好 但是都會要從 都是能夠支持我向市民承諾的 所有的我政綱 特首和任總經常都叫我們 面對金融海嘯就不要自亂陣腳 但是今天就有人質疑 政府的金融班子自亂陣腳 對於有傳聞就說 經濟分析師國國全 是因為和曾俊華不合而走 特首就這樣回應 我們金融班子一路路都是在這裡 還沒有正式的回應 行政長官曾蔭權就在施政報局的記者會 主動向銀行發出最後通牒 我現在要求銀行對回購的建議 在這個星期之內作回覆 不能夠再拖延 第二 金融局會這個星期之內 完成首批的個案的調查 如果明顯在銷售個案一旦擴納之後 銀行必須 在1991年 廖承志受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委託 率領中國人民復朝慰問團 前往朝鮮 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 在朝鮮慰問的三個多月時間裡 廖承志帶領慰問團成員們 利用敵機瘋狂空襲的間隙 冒著生命危險趕赴前線 把祖國親人的問候 傳達給這些最可愛的人 把他們可歌可泣的作戰故事 帶回祖國 中國人民志願軍 同朝鮮人民一起 為維護民族獨立 為爭取世界和平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 國內外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要打開外交局面的難度相當之大 一場頗具傳奇色彩的外交活動 隆重開幕 1950年10月 中國代表團赴華沙 參加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在會場內外 廖承志以俄語 與蘇聯、波蘭等東歐國家的代表 頻繁接觸 以英語與英國、歐洲其他國家的代表交談 加之他性格開朗、語言幽默、經歷豐 這就是廖承志 在這次外交活動中 如魚得水、遊刃有無 外交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當選為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務委員 1952年 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影響深遠 並且規模最大的國際和平會議 毛澤東、周恩來指定廖承志為團長助理 輔助宋慶玲和郭末若 把新中國愛好和平 反對戰爭的心聲 傳遞給世界各國人民 在這次會議中 廖承志結識了積極投身 日中友好事業的西元寺公衣線上 良人後來成為智友 在保衛世界和平 與中日友好事業中 共同努力奮鬥 私的採訪們 その時 父親は初めて 中国人到達 接触 親親近之遊 都成立了 虽然是公议是 或是领导人的啦 那这样是不是一天未是领导人 还可以花钱好像赌税那样呢 那你暗示人是谁呢 那我就讲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 和麦海恩了 为世界人民和平事业 四处奔走的同时 廖成志结交了许多 有名望的国际和平人士 包括国际主义 Vet 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斯等等 廖成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一点价值也没有 和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这些交朋友的时候 他是真的就是用他的心 而且他知道 他们爱好什么 喜欢什么 但是呢 他不是直接说出来 而是用很幽默的 这种语言 就是表达出来 所以人们都是很喜欢 因为他很真诚 比利时皇室伊丽莎白皇太后和阿拉南爵 与廖成志一家的交往为人所称颂 伊丽莎白皇太后和阿拉南爵 积极向世界人民宣传和介绍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成功地开展了起来 这是进一步扩大新中国国际影响的大好机会 一个由中国发起 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 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举办这样大型的国际性会议 有很多困难 但由于廖成志等人的努力 各方面工作都得以顺利开展 亚洲 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各方面的和平人士 也踊跃报名参加会议 经过紧张的筹备 1952年10月2日上午 共有38个国家367位代表 来到北京出席会议 正式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也秘密前来 这也是廖成志等人积极争取的结果 当时我陪那些年纪 来喝个瘾 他不知道 他秘密来的 他回去照片 政府要抓他 实际上 这就是 把解放思想和尊重执政党